2014年款式的移動車 此車遇到的狀況 主因是這個車主表示 在吹架油門的時候車主非常沒有力 我們研碰的是這個頭段 它的觸媒有塞住的狀況 反正在拆下來之後 它這個原本是頭段 頭段下來就是觸媒 然後再經由中段做排出 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這個 拆下來的時候這個觸媒已經塞住了 它這個就是有破裂的情形 破裂的狀況在這裡破裂 所以造成它這個狠穴 這個狠穴補色在這個位置 所以僅存的上面這個部分 它是小孔洞可以將漆 所以在高轉的時候它大量的排氣 根本就排不出去 甚至會有反擊的狀況 這個如果沒有盡早處理的話 車輛是開越來越沒力 甚至可能傷及這個排氣管的位置 它那整塊就破裂的狀況 我們現在進行這個改正缺失 改裝 安裝的是雷利的金屬觸媒頭段 現在正在進行安裝 從這個接口下側 你會看到這個螺旋式的金屬觸媒 這個目前安裝的部分是在頭段出來的第一段 它在後側待會會會再接上一段軟管 再來接至後方的中段 所以我們可以在做的地方 所以我們可以在做的地方 我們會把這個地方放進去 所以我們會不會再接著 用一鍋爐的時間 就放進去 將他們就會推進去 一邊便會 可以連醋 所以我們會先接受 做一個